主席 主席 請一下那個資產局的局長 那個王局長 或是赤長要來也可以 不過我還是要回歸到剛剛的問題 這個赤長回去 一定要好好處理一下 這個國貿局長這件事 我想在經紀委員會開會這一天 絕對沒完沒了 你這個赤長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就來這邊瞎扯 這個這樣的赤長 你也小心我跟你講 什麼什麼東西都不知道你還當次長 那個局長 剛剛我聽你們在講 這個智慧財產局那麼重要 的東西 我知道你們一直在提 他部裡面一直不願意提 當然部裡面有他的困難 因為中國最不願意碰這一塊 中國黑心他們很多 剛剛丁守中講的 喝農藥不會死因為買到假的 喝酒 我就會喝死因為全部都是假酒 阿現在在地面上 點的家家家家家 齁一大堆啊 中國的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上齁 我記得我知道過去 貴局 是有幫我們台灣到那邊去註冊 幫台灣的產品去註冊 這是好事 這個我們鼓勵也支持 但是 對於他仿造 台灣的這個 這個產品的一個標章 或是註冊 這個部分上呢 我記得過去有註銷他六件 好 那今年從 你當局長多久了 我當局長 快兩年了 這兩年來裡面有沒有註銷他夠 有 我們 有兩個部分 撤銷的 包括池上米 池上的商標 什麼時候 在去年度 有把 在大陸註冊的 去年度幾月 幾月 我要再查 對 那確實也 因為我們去跟他爭取 說池上 是台灣非常有名的 米的一個產地的 這個標章 所以他們把那個 池上商標撤銷掉 那另外 積極面的就是 國內的廠商 在那邊非常不容易註冊的呢 取得註冊 這個其實是更積極更重要的 局長這個部分啦 我們還是要鞭測一下 對於這些 他違法 佔用台灣過去的商標註冊的部分 該用的行政手段 還是要強硬一點 比如說 你看 他還有燕藻把蠟 那他還有燕藻把蠟 很多他還有黑珍珠 屏東黑珍珠也被他們註冊啦 好多的台灣的一個 一個一個專業產品 事實上我認為 資產局這邊呢 應該採取強硬一點 而且跟 積極跟部裡面的反應啊 江承惠為什麼不敢談 因為 中國最怕就這一塊 他的山寨品很多啊 他唯一靠這個在帶動他的經濟 那我們他如果走向精品化 那我們台灣這個部分上 是確保我們台灣的一個產業 但是呢 我們希望說江承惠也好 不管認為一個透過正式 非正式管道協商也好 這個應該表示我們台灣 捍衛我們本土產業的一個權利 這個部分上 我建議局長 這個部分應該強硬一點 好 這個部分農委會 其實跟我們都有密切的合作 你不要等農委會 等到農委會 你就展你的智慧財產局的角度 農委會已經棄手了 農委會 這個主委是一個農民的殺手 這個齁 你請坐 局長齁 局長齁 局長那個工業局有來嗎 工業局沒有來 好 國貿局 只是貿易局而已 我要先對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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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來 來那個次長來 今天國貿局沒有來 所以我 我在賣國貿局長 國貿局有來 沒關係沒關係 副局長有來 沒關係 我現在要說工業局齁 那個台灣金品館齁 很多傳統產業 他發了文 拜託我們工業局 拜託我們去做一個台灣金品館 但是我們很奇怪了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工業局回文裡面 說 這樣不要做 怕將來都是很多的那個文字館 都會很奇怪 那對於台灣本土的產業 在各縣市或是在北中南 有一個金品館 將來旅遊 國外的或是中 陸客也好 國際客也好 或是在整個一個展示館 就像個博覽會一樣 但我們工業局居然會發文反對 這個我真的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你絕對不知道 沒關係 你是不是要怎麼 有工業局相關的資訊嗎 您質詢的這件事情 我有基本的了解 第一個就是跟我們剛剛委員 委員剛剛的提議很好 就是關於在國際展覽的時候 做一個台灣金品館 那那個部分 我們原則上都是支持的 所以那個部分沒有問題 那是指一般的商展的部分 要凸顯台灣的金品 但是那是短期的 對對對 短期的 臨時性的 三展的部分 我們只要 有的時候就怕一家兩家去參加 你不太容易做個管 我們也要考慮一下 這個效果 所以原則上 只要是在一定規模以上 我們同意 在這點 跟王委員報告過了 您剛剛講的這個 我姓潘啦 潘門安啦 你老實叫王委員 我說原提案的 不 潘委員我了解 那個提案原來是王委員的提案 你剛剛講說 趙長新的啦 趙長新的啦 不不不 謝謝 我沒有 我了解了 好啦 趙長王委員 潘委員現在提 講的這個呢 市值在北中南各地方 能不能建一個台灣 國外的我不談 國外的是確定 OK 這個是短期性的啦 我現在是針對著 國內 我們在台灣 在台灣島內 大概是台灣的金瓶館 是要怎麼用北中南呢 或是北中南 或是在 這個這個這個 北中南裡外 或是 來跟外貿系統 給各縣市 這邊 我很奇怪 我很訝異啊 為什麼這些 所以一句要求 我們工業局 又反對 反對的理由 寫得很簡單 說 避免將來成為文職館 喔 這點跟 那就是 那就是問題了 這點跟潘委員報告 你不能音樂廢時吧 所以啊 這個東西當然 大家可以討論 如果北中南 或者加上東部 如果蓋個台灣金瓶館 而內容不能夠隨時的更新 沒有營運的計畫 負責的單位 未來營運的經費的話 這個就可能會變成文職館 因為 譬如電腦 你同樣的展品 你隔了一年 就不會有人 有興趣了 所以我想工業局 那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只是蓋一個管 而沒有辦法 能夠把裡面的內容吸引人 局長 這是理由嗎 市長這是理由嗎 那我們要你這個工業局幹什麼 你要去統籌 產品是日薪月薇啊 他們 比如說 他總是有個工會吧 比如說他皮革了 或是請聚了 你也可以透過這樣一個平台 要求他們隨時更新 或是有一個 NGO團體來認量 或是縣市政府 或是什麼方式 你當然你又不是在做故工 你故工下去的產品 全部放在那裡也不會動啊 這不是故工耶 這樣跟委員報告好不好 這不是國寶耶 我來講 委員很關鍵 這產品是日薪的 你當然要更替啊 你很關鍵 這樣我把 我跟工業局再來講說 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營運跟計畫的話 對嘛 我們我們再來看這個 你應該採取積極面的 怎麼樣去規劃你將來這個設立之後 或是用閒置攻堅也好 設立之後 你要積極面的去做營運管理嘛 對 怎麼讓讓遊客進去 或是讓產業走進去 這樣的一個營運管理 而不是避重就輕說 啊將來成為文字館 所以我們就不做了 那這樣的話 那政府就是一個消極的政府 就不是一個積極作為啦 那你怎麼輔導產業 我相信潘委員 所以你應該去提的是一個整個 將來整個設立之後 一個營運計畫 讓這個館可以永續 然後也發揮到他一定的預期的效果 這才是我們要的啊 而不是一味的把它推掉 那你這樣連結要你這個政府幹什麼 是不是這樣 謝謝委員啊 我想委員的意見我們非常的尊重 然後呢 我們大家的目標都是一樣 怎麼樣的幫忙我們的這個產業 這個成長 而且進入精品的領域 那當然委員也應該可以同意 工業局就是說 不能作為文子館 我想這個大家都沒意見 我們繼續的 我請工業局 妳可以積極的考慮這個案子 跟委員這邊聯繫 事長 那我屬於 那是不是 εκ但是小子的未屬於 這部份就是 我要求妳調整 可以積極的去營做 那個賴老師賴教授一直要講話了 所以我 我們不拍要限就時間了 不過這個部分讓市長 你 свои 你真意 Histo 我希望這個類為紀錄我還會再追啦 齁 好不好 謝謝